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第一队寻求帮助的嘉宾朋友 他们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请看 不管什么事 他都要用谎言来达到目的 我真的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所有的事他都要逼着我做 我不做他就生气 我觉得做不到就不要答应 我以后不想生活在欺骗之中 我也只是为了让他开心 可没想到每次都适得其反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程 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程 有请 女嘉宾小刘 22岁来自吉林学生 有请小刘 有请 欢迎两位 女朋友对你有意见是吧 谈多久啊 一年吧 现在想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俩有些事情很严重 不解决话根本进行不下去啊 他就是个大骗子满嘴跑火车 是吧 小伙子 我觉得我说的一些事情都是因为 他逼着我去做 我其实我内心是 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 想好好的 你把我弃医院去了 什么叫弃医院去了 前一阵他跟我说 他和他朋友 邀请开一个UI设计 这个工作室 我说好啊 那我投资你啊 如果谁想到 他背地自己开小吃店 没开两个月全都赔进去了 我大学四年咋的全部集计 我全都投资给他了 全部都没有了 你给投资了多少钱 一万来块钱吗 事情本来就不是这样之 那是哪样 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说了 我说过 我说我跟我朋友 我们两个商量好 想要去开一个食品的一个小吃店 我跟我朋友 我们两个资金不足嘛 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你看能不能借我一些钱 但是他不同意 他说要让我用我所学的专业 来去弄一个设计的一个网站 我知道我自己的自称技术不可以 我就不想去弄 但是呢 他说只有我做了UI这个 他才能给我投钱 他说如果我要做小吃店 一分钱没有 我没有办法了 我跟他说我说行我做 这件事情过后之后 他每天从早上到晚上 天天给我打电话 天天问我说 啊你这个方案做没做完 你这个计划书能不能给我了 最后我实在没有招了 我只能跟他说 我说啊好我做了 我从网上我就找了一个方案 我给了他 对是我跟你说 我建议你去做UI设计 做UI工作室 可是你答应我了 你说你要去做 你要去做就马上要执行啊 拖了半个来月方案没有给出来 你在干什么呀 我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啊 那你最后为什么干了炸鸡小吃店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想我把他做成了 我有一些成就 我在告诉你 给你一个清洗啊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看见他在那个小吃店里 我路过就在我们学校附近 我说你怎么在这啊 然后旁边那个店员就说 啊他的老板他当然要在这了 啊 他一直跟我说在公司做设计 他还没有单子没有活 我通过所有资源找的活 我给他十单 他有八九单的做不成 我基础本来就不够啊 我当然做不了了 你就是不想做 你明明知道这个人 像你说的做什么都做不成 为什么一定还逼他做这个呢 我其实没有逼他做 你还没有逼我吗 毕竟他这个专业就是UI设计 而且我也看过他的设计作品 他也是可以胜任的 你喜欢这个吗 我不是那么特别的喜欢 你了解他心里想的吗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我怎么跟你说 我给过他机会啊 我说你有什么情况你就说呀 从来不跟我解释 如果我要跟你说的话 你一定会生气啊 然后就满口答应我 然后从来都不做 我跟你说的话 你一定会生气 我能怎么办 后来怎么就进了医院呢 姑娘 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我俩就大喊起来了 然后本身我心脏可能承受能力 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去晕晕晕倒了 他还在旁边 后来看我实在是倒地下了 不行了 把我送进了医院 其实我这个人 我觉得我挺明事理的 就是这个东西 你做不了 你还明事理吗 你就不要去答应 你既然答应了就要做到 那上一次 您说 我跟你说 我本来身体就不是那么特别好 你们怎么这么年轻 一个心脏不好 一个身体不好 你们俩同名相连 你身体不好怎么了 小伙子说 我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身体不太好 我得了胃病嘛 就是因为平时 出去喝啥酒啊什么的 得了胃病 您这不是身体不好 您这瞎作 怎么了 他非得让我天天早上去跑步 让我锻炼身体 而且要每次跑完步 完全还要我给他录视频 这事你真好意思说 你干什么了 你敢跟主持人说 说嘛 你怎么做的呀 一天录七天的视频 一天然后带七套 我本来身体就不好 我怎么跑啊 我不能跑不了 我不能剧烈运动啊 你跟我说 你跑不了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骗我 一个人不心 太生气了 我跟他说了 我跟他说了 我觉得他不停 非得让我跑 我不跑的话 他就跟我分手 你有说过不跑就分手吗 我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啊 什么意思了 有一次我在那儿静静地跟你说 我说你有没有事情做不了 你要跟我说 有什么想说的话 要对我说 我跟你说有用吗 我跟你说完 你还是会生气啊 我跟你说完 你还是会生气 我说 我认识虽然是生气 我会成这个样子啊 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做错了 你反过来跟我道歉 这个OK 没有问题 你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如果这个错误 你被我发现了 就是原则性的问题 老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 你别搭理他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他其实其他方面挺好的 但是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地骗我 他还干过什么 你用一次一次 我之前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地是为他好 他刚才说他有胃病嘛 那一阵他特别疼 跟我说 我上网费了好大劲 我订了一个期间的食谱给到他 我说那你最近就不要喝饮料了 这个东西对胃刺激挺大的 但是好啊 那我天天按你的食谱去做 然后你知道 我跟他视频 我说你吃饭了吗 吃的什么呀 我说我吃了 我按你吃的 然后我天天喝水特别好 结果我看他视频里满地的饮料瓶子 还有外卖的那种 那我偶尔我吃一顿肉吧 一天到晚我全都吃青菜 我脸都快吃青了吧 你吃青了你跟我说呀 我偶尔我真的开一开婚吧 我那么跟你说 你肯定就是说 你又不照顾你自己身体 我为你好都是白费 那我能怎么说 那你总比骗我要强吧 你跟我说的解释 虽然我生气了 但是我会站在你方面 我会考虑一下呀 你现在这样你就是在骗我 我图个情形他不好吗 蓝一决 你第一次发现他 有这种问题是在什么时候 还记得是什么事呢 第一次发生是一只小猫猫 我朋友家有一只特别好看的小猫 是一个小鹰短 纯种的 我就说 我说这个我好喜欢呀 它都是好啊 那我给你弄一只一样的 都是纯种的 然后结果 他拿过来给我一只 就是一只小土猫 这个喜欢猫 好像不应该分品种吧 它都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你答应了什么事就要做到 其实他虽然说是 确实是没有做到说是一个纯种的一个猫 但他确实是一个小猫咪吧 他也很可爱呀 他也是一个神明啊 但是你是怎么答应的我呀 你为什么不能解释一下 何必拿一只小猫来糊弄我呢 我没有糊弄你吧 那也是我找朋友啊 费了很大的劲 我才找到的吧 我就想来一句啊 突然很好奇一件事 你喜欢你就自己去整一只 你干嘛非要让他去给你整 是他答应 我跟他说 然后他答应 我说好啊 我觉得可以啊 他给我整就给我整了吗 这是第一次是吧 那有了这一次以后 你应该大概了解 你们在相处模式当中 可能他有一点虚对吧 你还一次一次的 我从那一次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不要骗我 我这个人是最讨厌别人骗我的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跟我说清楚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可是每一次你都逼我 我逼得太紧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呢 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啊 你指的逼得紧 是指什么呀 就是有一次 我们在那个朋友的聚会顶上 他看了一个男生 他弹吉他弹得非常好 他就说啊 我给你买一把吉他 你天天去给我学 你弹好了我也要听 我其实让他高兴 挺好的一件事情 我说好 我学 学了吗 我学了 学了不就行了吗 但是经常性的问我 说你弹得怎么样了 你弹得怎么样了 而我只能就是我特别 不是你就告诉他 我学得怎么样了吗 我告诉他 我说他没有告诉我学怎么样 他跟我说 他他练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 我也想休息 我也我事情要做 我得要把它慢慢去弄吧 然后面子丢大了是吗 嗯 咋了 我和我朋友们一起去吃一个餐厅 然后我听见他跟我说 他学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这样男朋友有优点 我可以跟我朋友说呀 我跟我朋友说 我说我男朋友弹琴弹得特别棒 然后那个餐厅就是 你上台表演个才艺 就可以跟我们赠盘菜 我说正好 展示的机会到了嘛 然后我就让他上去了 上去之后 什么都不会弹 那我也很能面子 然后我面子全部都没有 我也好奇 你不会弹 你怎么敢上去的呢 他硬推着我上去的 我说了我不想上 我今天我不舒服什么的 我想找个理由 我退出来 但是你 硬逼着我上啊 是你跟我说的 你练得很好的 我才会相信你 既然做不到 就千万不要答应我 行 我明白了明白了 就女生特别认真啊 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 她总是要检查的 你跟她谈恋爱累不累啊 小伙子 说实话 今儿可别碍于面子 再不说实话了啊 有多多少少确认是有些累 一点儿累还是非常累啊 很累 很累啊 喜欢一个做什么事 都监督你的一个女朋友吗 就是你做什么 可能她都愿意监督你 就是她可以监督我 但是你最起码 也要理解理解我 那你有没有 跟你的女朋友说过 说请你理解我 有些事我不愿意做 你有说吗 还是一味地讨好她 我说过 她从来没有说过 我说过 就像之前 她和她的朋友过生日 她闺蜜的男朋友 给她用亲手粘了气球啊 又摆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也是你跟我说 你要在我的生日时候 跟我那么弄的 你是怎么做的呀 我弄了吧 你弄什么了 我没有弄吧 你跟我说你要接手去弄 然后结果呢 你微信里有那个专 有那个专门 不是会想人管你要钱 这就是你接手跟我做 你答应我的事吗 我从头到尾都是 只要的是你一句话 一句解释 而不是说别的 我想要的就是你 答应我的就要做到 你答应不了我 你告诉我为什么好吗 我告诉你你听嘛 她每天嘴上没有一句实话 我真的 我只是要一句解释 从来没有 都是表面上敷衍我 她不是给你解释了吗 我很忙啊 你逼得太紧了 我实在没有能力啊 但是这些事 都是在她答应我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既然是原则性的问题 那你喜欢她是什么呢 抛出这些来 平常对我真的很好 她知道我所有的喜好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有的时候我不用说 她都知道 都会放到我这里 领着我去吃什么的 然后我在外面 我从来没有蹲下来 自己借过鞋子 她可以贴心地照顾到我 她不用 所以这还不够吗 但是我想让我们两个 以后更好 我不要想让她再欺骗我 我想让她说到做到 这不只是在我身边 所以你的完美男友是 你想象出来了 什么都合了你的标准 就叫满意了 男生 我也想问啊 就有些事其实就是做不到嘛 有些事就是不喜欢嘛 还有一些事就是不愿意嘛 可是你承诺了对吧 一件两件 你会发现你女朋友的性格 其实就是挺较真的嘛 既然她是这么一个性格 那你怎么还敢一二再再二三的这么做呢 因为我害 就我正常的逻辑是 她是这样的 那算了 我做不到 我一定不说做到 哪怕我能做到 我都不行 这事我做不到 做到结果我再给你 因为我害怕 我说我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她会对我越来越失望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好吧 老师问你们是怎么看的 她们又该如何调整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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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终你也不知道是被他骗了还是你被自己骗了 你真的不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吗 你当然知道 你就不敢承认 结果你只能一次一次地被自己编织的谎言伤害 男生呢 你是比较了解这个女孩 你知道她享受什么 你知道她离不开你的是什么 但是你没有真正地去用心去做 你明明学的是UI设计 为什么不敢去切个单呢 你的时间精力花在哪儿了呢 都花在什么去哄骗他吗 你有这个时间精力 你干嘛不把自己学业做好 你能不能自己说这话自己接得住啊 像一个男人一样嘛 说到做到 讲责任嘛 是不是 如果真的喜欢他 那就从行动开始 好不好 不要再编织谎言了 什么是问题 你逃避不了的 就迎难而上 哪怕从一点一滴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有机会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今天这道节 我想得分成两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层面是人对不对 第二个层面是撒谎对不对 首先 텐基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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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否则你会很累 这是你要去学的 关于你的问题就是咱们最 基本的做人原则就不谈了 因为你出现了就不谈了 不要给自己做那么多的人设 不要给自己的恋爱对象 做那么多的人设 你喜欢就好 时间留给你们 我知道我曾经 有很多的事情答应你了 却没有做到 而且还欺骗了你 我也知道这些事情 做得很过分 我以为这是为你好 实际上 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一些毛病 我以后不会再去 用一些谎言 来去隐瞒一些事实了 我知道 你现在说这些可能说 你想改变 但是 你先太多了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来 请回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来 接下来看一看 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加油吧 加油吧 不要一味地迎合任何的人和事 在生活里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你会发现轻松又幸福 谢谢你孩子 来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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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们从今天开始长大嘛 这也是一堂成长课嘛 要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鲜机 有位网友向我们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两年了 最近呢 他总是逼我嫁给他 可他的大男子主义让我接受不了 他总觉得自己事业有成 养这个家完全没有问题 他想让我辞掉现在的工作 婚后做全职太太 可我不想听他的 我自己也想在外面赚钱 而且我不想这么年轻就要孩子 为这个我们吵了很多次 他很执拗 从不退让 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改变他的想法呢 千万不要想轻易改变 任何一个人的想法 既然如此不尊重你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更要感谢天使机前观众朋友的 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